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爱聊天和八卦的人可以减少精神压力 减压后心情更愉快 身体更健康 不专门刺探别人隐私 但聊聊相关的报道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现在 爱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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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挂挂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有听众朋友在这个YouTube上 给我一些回复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有的朋友说明明谢谢你 而且我最喜欢的朋友们 对我的一个评论说 明明你是八卦界的一股清流 也就是说我们的八卦内容 不光是一些 家长里短的事情 我们同样也关注一些 社会的热点事件 确实是如此 那么在刚刚经历过的 这个4月2号 我也亲自参加了 国会议员 Ell Green 在这个Chinatown的 一家SPA的门口 所发布的一个新闻 发布会 也就是Stop Asian Hate 这样的一个 发布会的现场 那么当时呢 是给我们电台的直播间 打了电话 做了一个现场 直播的一个 当时的一个报道 但是几分钟的时间 真的是无法去 很详细的去介绍 当时的情况 以及一些 我经历过的心理的感受 所以在今天的 爱八卦节目里呢 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最近一段时间 或者说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 整个的美国 对于这个亚裔的 一个仇恨 4月2号呢 在Chinatown的 这个SPA门口 国会议员 Ell Green 去宣布了 这样的一个姿态 也就是说 他和我们的亚裔 以及呢 所有的这个 不同族裔的人 站在一起 去保护 每一个人的利益 不应该有 种族歧视 和种族仇恨 不管这个仇恨的是 亚裔人 还是黑人 还是其他族裔的人 那么这个Ell Green呢 我们大家可能对他 都有一些印象 因为他非常热衷于 参加我们所有 在德州和休斯顿的 一些华裔的社团的 各种活动 就是那个 有着一个大胡子的 一个先生啊 大家可能对他印象深刻 那么当然了 他自己因为 也是一个有色人种 他说他深深的记得 曾经在美国生活的 这个过程当中 他自己家的前院 被人插上这些 侮辱性的标语 以及呢 别人给他起的 这些有侮辱性的外号 他说这种痛 这种心痛的感受 它是记忆犹深 所以不管这个 种族的歧视 是针对什么样的 有色人种 是针对什么样的人 他都认为呢 他有这个责任 和义务站出来 大家去争取一个公平 一起用我们正义的力量 去战胜这些偏见 和邪恶的力量 那么在他整个数据的 报道当中呢 我也从对一些 数字的不了解 变得更加的清晰 整个针对亚裔的犯罪 从去年 2020年开始呢 这个是有爆发性的增长 然后呢 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已经是有 4000多起 针对亚裔的犯罪 而这个数字 在现在还在 不断的升级 那么在继3月16号 今年的3月16号 亚特兰大的枪劫案 造成6名亚裔女性死亡之后 美国的社交网站上 甚至还出现了 掌握亚裔的挑战 Slap an Asia Challenge 再次引发了 所有在美国生活的 亚裔人士的 这个心理的不安全感 那么全美多地出现了 反对亚裔的这个暴力 和种族歧视的抗议活动 这也是正义和这个 邪恶的一场战争 所以调查发现呢 仅仅去年针对亚裔的 犯罪案件上升了 将近150% 而旧金山出现的 掌握亚裔的挑战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 ABC的报道说 社交媒体传出 有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旧金山发起了 掌握亚裔的挑战 这样的一个事件 那么这个挑战呢 煽动青少年 在公共场合 以及公共交通工具上 去掌握亚裔人群 其中一篇推文还说 已经发生了一起 与此相关的攻击事件 一群至少五人的青少年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 去掌握亚裔人群 主要针对老年人和女性 请务必小心 这是多么一个邪恶的事件 整个是一个歧视就不说了 还要挑唆不懂这个事件的 一个完全没有成熟的青少年 去犯罪 而我们知道呢 在18岁以下青少年的 犯罪的惩戒力度 和成年人也是不一样的 而在这个青少年的心目当中 你就根植了这样一个仇恨的种子 可想而知 这一群青少年 他们在成年之后 已经根深蒂固的 先入为主地植入了这种 对于亚裔的仇恨和敌视 将来会生长成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人 而我们未来的美国社会 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尤其对于我们生活在 这片土地上的亚裔人来说 从2020年新冠病毒爆发以来 整个的全世界 包括美国的一些舆论 对于所谓的这个亚洲病毒 一些歧视性的言论 爆发出之后 也由于呢 整个新冠病毒 对于整个世界人口的 这个生活质量的影响 已经造成这么多人士的死亡 大家把这种 对于天灾的这种愤怒 转获到这个一个族裔的身上 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事情 目前呢 还不知道这样的一个 出现在旧金山的 这样的一个掌握压抑的 这样的一个挑战 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个呼吁 到底对这个犯罪率 有多大的影响和提高 所以旧金山警方已经回应说 目前他们还没有收到 更多的报案线索 但是出于充分的谨慎考虑 他们已经对这个 其他的交通单位 发出了警报 留意类似的暴力案件 而且我们也知道呢 目前在纽约 为了控制住呢 这样的一个暴力犯罪的事件呢 他们派出了大批的 亚裔的这个便衣警员 在大街小巷 以及地铁和公共交通工具上面 去这个去做卧底 也就是说呢 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件 及时的可以抓住 这些犯罪分子 那么在近期传出的新闻 我们就看到说在纽约的这些 便衣警察们 亚裔的便衣警察们 就当场的抓住了 两起 这个针对亚裔仇恨的犯罪行文 其中包括一个黑人 在这个 骂了以后 又打了这个 亚裔的这个便衣警察之后呢 就被制服和抓到监狱里去 这个被抓走之前呢 他甚至还在讲说 我就算为此坐牢 我也不后悔 结果呢 他真的就坐牢了 应了这句话了 所以说 在这个法治社会之下呢 一定要 发出我们的声音 用法律的手段 去保护我们的安危 在有相关的这些 抗议活动的时候 大家积极 踊跃的去参加 我想呢 这才能够是 让我们的未来的生活 会变得更美好 这也是美国的 民主制度社会之下 一个生存的法则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事件 发生的时候 我们看到啊 这个非常可恨的 就是说 这个针对亚裔 或者是针对华人的 这样的一个歧视和犯罪呢 其实 没有一片树叶 是可以 能够得到去幸免的 整个亚裔的人群 都会受到波及 那么 纽约的这个犯罪 或者是说 这个仇恨亚裔的情况 已经到了 要欺负老人 孩子和妇女的地步上 这真的是 非常让人觉得可恨 这个所有的 我们讲 看到一个社会 闻名与否的一个程度 就是看他们 如何去对待 这个社会上的 弱势人群 包括老人 孩子和妇女 而这样的一次 仇恃亚裔的活动呢 现在也是 在从 捡着这个 弱势群体去下手 就更加的 让人愤恨 那么在3月30号 发生在 纽约迈哈顿的 中城的一起 仇恃亚裔的 一个犯罪案件 受害人就是一名 带着三个孩子的 亚裔母亲 那么在3月20号 下午两点半 在伊列开往 马哈顿42街 时报广场的 5号地铁线上 一个陌生的 黑人男子 突然朝一鸣 带着三个孩子的 一个44岁的 亚裔女性 爆出歧视言论 还两次 向他吐口水 并且把受害人 手中的手机 打落在地 之后呢 这个男子 在地铁 还在开着的情况之下 把后门踢开 并且把掉落的 这个手机 踢到外面的铁轨上 可能是防止 他用手机报警 之后呢 这个男子 在下一站呢 就离开地铁 沿着41街 向8号大道方向 就逃跑了 受害人 在案发之后 被送往 这个西奈山医院 接受治疗 没有生命危险 那么警方呢 也调出了 监控录像当中 这名犯罪 嫌疑人的照片 是一名黑人男子 现在呢 已经对他 进行了通缉 那么这个男子 大概是50到55岁 之间身高0英尺 他穿着这个迷彩的毛衣 深色运动裤 警方呢 呼吁知情民众提供线索 但是尽管如此 就是说 他能够去针对一个 带着三个孩子的母亲 去下手 去犯罪 这真的是让人痛心疾首 所有向这个弱势人群 去下手的人 真的是非常的 让这个社会 夺到唾弃 同时大家也非常惊讶的 发现说 同样是经常这个 发生歧视 亚裔的这些犯罪案件的 施暴人 却并不是我们想象的 大部分是所谓的什么 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白人 而是很多或者是很多程度 超过50%是 这个非裔人口 就是黑人的犯罪 所以大家就在很奇怪说 在这个社会上 在美国社会上 黑人被歧视的现象 一直是存在的 包括黑人的这种 这个抗疫行动 包括刚刚发生的 这个弗洛伊德事件 都是非常的这个多见的 可是同样存在 被歧视的黑人 竟然在这一次 歧视亚裔人口当中 占据了施暴的主角 这也让人非常的匪夷所思 所以大家想说 第一呢 无论如何 我们必须说 事实上的这个数字 证明呢 我们不是歧视 某一个有色人种 而是 在整个的犯罪人群当中 如果你做一个数据去统计 那么也许是由于 整个黑人的这个族裔们 他们的贫穷度会更高 所以呢 相对他们的这些 像这个盗窃案啊 抢劫案的发生率 也比其他的族裔要高 至少在美国社会 是这个样子 那么在所抓捕的罪犯当中呢 也确实 非裔的人口 就是比率要稍微的高一些 那么所以 这一部分人群也同样是 这个在犯罪人群当中 是相对高的 那么这一次对亚裔的 这个歧视犯罪人口当中 也是数字相对高 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第二呢 可能是本身 他们相对这种 被歧视过的 这样的一个人 他的心里的一种 不平衡状态 或者是说一种 这种不平衡的状态 造成了他们对这个 其他的亚裔人口的 这种仇恨的时候 也更容易变成一个 这个发泄统 所以造成了这样的 一个数字的发生 因此呢 我们不能够说 在这个社会上 哪一个族裔 是在受到歧视 而是说 不管是什么样的 一个有色人种 还是说这个白人 在任何的一个社会 大家都应该是 一视同仁 大家都应该是平等 而当黑人的平衔 运动当中 也有亚裔人士的 出现的时候 大家能够感受到 这是一个大家庭 并不是所有的非裔人 他们都歧视亚洲人的 那么在4月2号 我们的这个 Stop Asia Hate 这个新闻发布会现场 也有黑人的加入 来去一起去帮 我们的这个亚裔人士 去争取平等和权利 所以说 不能够一概而论 而是说 在整个这个歧视亚裔的 这个活动当中 我们看到 白人也加入了 那么在警察局局长 也派入了他们大批的警员 各色的人种 白人 那亚裔 也纷纷加入了 我们的这个 Stop Asia Hate 这样的一个游行的活动 所以 我们不能够光用一个 肤色去判断 这个社会上 到底是有多少人 来歧视亚裔 或者是哪一个族裔的人 更歧视亚裔人 实际上呢 这是一个社会的 多色人种的一个大家庭 我们真的是生活在 同一个这个美利坚合众国 是由各色的这个人种 和各国的移民 老移民 新移民 以及出生在美国本土的 各色人种组成的 在这样的一个移民国家里 我们一定要学会去 兼容和这个整个的去接纳 不同的文化和背景 和不同的肤色的人的 生活方式 去尊重彼此 达到一个和谐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目的 我相信呢 在这一件事情上 我们真的是要提高警惕 整个的亚裔人群 我们要团结起来 有力出力 有钱出钱 发出自己的声音 让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 变得更加的美好 好的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让我们稍事休息片刻 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好 听众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 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段 我们聊到了有关 目前美国的一些 亚裔仇恨的犯罪激增 这样的一个事件 同时呢 也讲到了 其实真正的想要遏制住 这样的一个趋势 或者是说保护我们 将来华裔 或者是亚裔 在美国生活的安全 我相信 在美国社会 一个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参政议政 和以及出来去投票 近年来 这个我们从这个 歧视亚裔的状况 是越来越严重 那么由于亚裔 在整个美国当中的人口比例 是非常的少 而政治影响力 又比较低 这样的一个原因 经常遭遇到一些排挤和霸凌 甚至成为种族歧视的 一个牺牲品 本来人口的总数 在美国就少 然后呢 投票率又很低 可以说我们的声音 真的是弱之又弱呀 所以提醒听众朋友们 在我们更换了美国籍之后 赶紧去申请 我们的这个 这个投票 注册这个选民登记 之后呢 就可以去投票了 这个票不管你投给谁 你的last name 带着我们亚裔的这个特征 你就是在帮助我们亚裔去取得 我们所在的这个美国的社会地位 非常感谢所有已经投票的朋友 没有投票的朋友 真的呼吁大家去行动起来 已经换了美国籍 赶紧去注册选民登记 并且发出你的投票选择 而且呢 现在投票机上已经新的 已经有了这个中文的 一个投票的选项 所以呢 语言不是障碍 甚至呢 你可以要求有翻译陪同来帮助你 总之呢 这样的一个事件 会提高我们亚裔 在整体美国的社会地位 这样呢 对于我们未来 我们在美国的生活 才是一个最大的保障 那美国国会的亚太裔委员会 也表示说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那美国针对亚裔群体的 暴力事件激增 像纽约呢 在2019年 纽约只有三起反亚裔的 一个仇恨的犯罪 可是在去年2020年 猛增到29起 而今年两个月 已经有十几起 几十起 那么在纽约 西雅图 旧金山 洛杉矶 暴发的声势浩大的 反针对亚裔暴力 和仇恨的游行 很多的亚裔 也是走上街头来 抗议活动 支持亚裔社区 反对仇恨犯罪 那么在这个 今年的1月14号 前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 华裔企业家 杨安泽 Andra Young 宣布竞选 纽约市市长 那么据说 他现在的这个 初选的这个 民调显示 是大幅的提前 所以说 这个亚裔的一个 成功的参选 这个竞选 美国总统的 这个亚裔人士 杨安泽 对于亚裔社会地位的提升 真的是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虽然呢 他当时竞选总统的时候 这个一些 说法非常有趣 比如说给每个美国人 每个月发1000美金 等等 但是他因为是企业家出身 又有非常强的这个逻辑计算的能力 所以他的这个当时的演讲 我也听过 他会有一系列的一些数字 去显示如何去 去构建和实现 他的这一系列的政治目的 虽然呢 这个总统大选 这个需要的金钱 需要的能力和声势 那这个杨安泽当时还是差得很远 没有走到最后 但是 以一个这个小白 这个竞选小白 然后呢 以这么短的时间 在一开始淹没在大批的竞选人选当中 到后来 已经到了电视访谈 以及呢 这个深具影响力的这个程度 可以说杨安泽已经走在了前面 也为我们整个的华裔 做出了非常好的表率 那么2021年的2月20号 杨安泽和著名演员吴彦祖 以及韩裔演员金大贤 举行了一次线上的谈话 对于近期呢 针对亚裔的暴力犯罪 以及亚裔参与政治这些问题 进行了一个广泛的探讨 那么这个当时 作为一个18岁的高中生 Leo Dan 也在活动现场 对杨安泽表示感谢 Leo谈及了近期纽约发声的 针对亚裔老人的暴力袭击等等 并且希望杨安泽能够当选 成功纽约市长 来保护亚裔美国人的生活 以及做生意的一个基本的安全 并且成为新一代的亚裔美国人 树下一个参与政治的一个好的榜样 那么杨安泽当时是对于 Leo作为一个高中生就积极参与政治生活 表示了赞赏 那么当然他也阐述了一些 他的施政的理念 比如说 让纽约市新警员入住社区 和社区建立联系 改善这个警民之间的关系 修改自1975年以来 都没有修订过的房产税 让他变得更加的公平 加大对于高速网络设施的 这个投入 使不能够使用网络信息服务的 29%的纽约市民 能够享受信息时代带来的便利 等等等等 总之呢 都是一些非常的 positive的一些政治理念 那么也跟他的这个一些经商 以及他的一些学习的 这些前卫的生活经验 是息息的相关 当然著名演员吴彦祖和金大贤 也分享了自己 关于亚裔处境的一些观点 并且呼吁更多的亚裔 站出来共同发声 可以说呢 在4月2号 我们的国会议员 Al Green 在中国在休斯顿的中国城 现场的这样的一个 现场的新闻发布会上 我们也看到了 亚裔的社团组织的 这些人到场的发言 以及呢 一些亚裔的抗议者 举着这个 Stop Asia Hate 这样的一个牌匾 然后我也跟其中的几个 韩裔人士进行交流 他们讲说 确实如此 不管是Chinatown 还是Creatown 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亚洲人 这个面孔是一样的 不管我们讲的是韩语 还是中文 从这个讲英文的这些 美国人 他们是不知道的 你讲的到底是中文 还是亚裔 所以他看上去 他会把韩裔人 也当成华人 把华人呢 也当成韩裔人 Whatever 没有这个一片树叶 是可以 就这个不受影响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大风风雨飘摇的时候 我们亚裔实际上 都是一个团体 大家要互相的支持 互相的去帮助 来去让我们整个亚裔群体呢 在社会上的地位 得到一个保障和保护 同时我们知道呢 各项活动当中 这个像南韩的人 因为从小的这个 民主社会的 民主气氛啊 投票气氛啊 以及这个抗疫游行的文化 也是由来已久 所以呢 在整个的这个 平权运动当中 我们看到 有非常多的韩裔人士 是踊跃的参与当中 那尽管是有很多的 这个我们参与 其中的一些正面的例子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让人感到非常遗憾的 一些反面的例子 这些例子是非常少数的 少之又少的人士 但是这样的一个人的影响力 也是不可小愧的 在3月31号 德州的北部就有一名 国会议员的候选人 对中国和潜在的中国移民 发动了言语的一个猛烈的攻击 这就是一名韩裔人士 他说我根本不希望 华人们他们在这里 他们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 他给我们带来冠状病毒 他们不追究自己的责任 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这个川普政府的 前官员共和党人 叫Sarah Kim 他正在竞选另一位议员 Lighter去世之后的 美国众议院的空缺席位 他在共和党人举办的 阿灵顿论坛上 说了这番话 那么根据Dallas News说呢 Kim是来自韩国首尔的 第一代移民 是竞选赖特第六区席位的 几位候选人之一 而赖特先生呢 今年早些时候 在与癌症抗争时 又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去世 那么Kim的选区代表 这个沃斯堡的部分地区 特别选举日将于5月1号举行 当被问及是否担心 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事件的时候 这位含义的Kim回答说 不 他表示说 亚裔一直面临着暴力 他并没有比以前更加糟糕 只是现在报道的多了 那么Kim的言论是 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 针对亚裔美国人 免受歧视和仇恨犯罪的计划 包括建立一个司法部计划 来遏制对亚裔的攻击 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他发出这样的言论 确实是继续在分裂这个国家 而不是治愈我们 所以这种语言将会进一步的 支持和鼓励 针对美国亚裔的暴力 所以当我们发现 这种言论不当的 言论影响到的人 实际上不仅仅是华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 美国人当地的美国人 是分不清 你是华人还是韩裔 还是日本人的 所以Kim的这个言论 就显得非常的过分 和这个非常的糟糕 所以呢 在这里就提醒大家 在这个选区的朋友们 记得一定要投票 投票把他选下去 不能让他选上来 大家一定要小心小心 虽然是一个人的声音 但是如果他一旦竞选成功 真的代替了这个赖特的位置 成为一名众议员的话 可想而知啊 这样的人 这个上位以后 会对整个华裔 有什么样的一个不良的影响 所以再次在节目的末尾提醒大家 如果您已经是美国公民 请马上注册选民登记 用你手中的选票 去保护我们自身的利益 以及未来我们下一代人 在美国生活的利益 如果大家有朋友生活在这个区域 请告诉我们的亲朋好友 投出自己庄严的一票 不能够让这样的人去当选 让我们未来的亚裔生活 变得更加的糟糕 好的听众朋友 由于时间的原因 今天的爱八卦就到这儿 和你说一声再见了 再次提醒大家 仍然注意保持社交距离 戴好口罩 祝愿大家一切安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